第二十題,小蘭在適當的反應條件下進行甲乙丙三種反應 反應物與生成物如下途所示,則甲乙丙三種反應的名稱分別為何 甲叫做油脂加氫氧化鈉,這就是所謂的脂肪加上鹼性物質,是所謂的造化反應 那麼脂肪酸鈉就是肥皂,氫氧化鈉加醋酸,氫氧化鈉是鹼,醋酸是酸 所以這是一個酸鹼中和,會產生所謂的鹽加上水 所以乙是所謂的酸鹼中和的反應 那麼丙是醋酸加上乙醇,有機酸加醇會產生脂加水 所以這個丙是所謂的脂化反應 所以因此第二十題問我們說甲乙丙三種反應的名稱分別為何 我們答案要選的是B,造化反應,酸鹼中和,跟止化反應